民進黨黨內初選之爭越演越烈 眼看3月21號黨內初選民調越來越接近 3月19號下午賴昆成再次召開記者會 認為劉兆豪婉拒辯論的理由讓他無法接受 更對劉兆豪的人品提出了質疑 所以他所謂提出來他不接受辯論的這些理由 那我們讓你提效接會 我們要求他任期的部分 任期是否承諾說 在任期內他絕對不再參選 會把任期做完 他一致或不說 那這也是要我們在演藝想知道 他的就是他的一個目標 就是說你要整碗棒 你如果要整碗棒你也勇敢講出來嘛 對不對 不要站在那邊扭扭捏捏 不要在那邊這打混帳 然後他講這些的理由 辯論如果是針對立委這個職位如何能做好 幫台東幫 當然這個職位是要做好 那如果 或是為了黨內民調算計而變 我想他不要想 不要太多的算計 本來辯論就是應該要 可以摊開在陽光下裡面 讓大家選民做一個抉擇 那我覺得他這種回避的做法 這樣的一個人格特質是我一直藏起來 我一直對他的一些比較 這個也不能說質疑啦 反正就對他一直認為說 有我將在一起 而且在這一帳 我有當仁不讓的一個決心 我會試著要爭取各方面 跟我支持 為了爭取黨內初選勝利 賴昆臣更前往台東縣政府尋求支持 縣長黃建廷也表達 賴昆臣之前擔任立委期間 是縣府與立委合作最密切的時期 這兩天我們在台北開的這個 發動基金二期 當時其實真的 就是他找我一起去 在最關鍵的時候 讓那個立法去通過 另外我覺得我看到 淑慧有在想起來 我們這個氣球自由飛 今天可以發展到這個程度 可以讓台東到現在 有唯一的這個讓真球產業 那個過程當中 正好他當立委很用心 在幫我們交通部的法規面 的推動 台東有史以來 我覺得縣政府跟立委 最密切合作 可以最緊密合作的一段時間 也看到很多很好的這個成果 賴昆臣允諾再起 民進黨內初選 他充分表達了 當仁不讓的決心 東台新聞的綜合報導